我覺得是新加坡最好喝的咖啡 而且溫溫的欸 會覺得還好 超超超好吃 都不能加湯欸 我一直以為是蘿蔔 越來越低 沒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吃孫桂的人 這樣不會甜的很不自然 骨頭直接飛出來 欸 找不到阿姨 我沒有阿姨 阿姨店妹吧 很甜 很甜 我覺得原味就好吃 原味 要這樣嗎 不用不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lison 嗨 我是Tracy 這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她也是住在新加坡的台灣人 今天呢 我們又來到新加坡的Ju Chen Road 因為之前我有做一集是 拍新加坡的夜漿飯 就剛好在 我們今天要拍的第一間的對面 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超誇張的 因為我們在Ju Chen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來做一集是 Ju Chen這個地區的美食 有一些我有吃過是推薦 有一些我沒吃過 我今天跟你一起來開箱 其中一間越南餐廳是我個人覺得 在新加坡最好吃的Burr 還有我個人最喜歡的咖啡 那現在先去第一間 第一間呢是我要推薦的 然後我個人也吃過蠻喜歡 它就是Petit Pond 開在之前我在拍那個 Dixon 夜漿飯的對面 那話不多說我們先吃第一間 好 走 要這樣嗎 不用跟我們 第一間我們要吃的就是Petit Pond 第一間我們要吃的就是Petit Pond 他們家我很推薦的是這個原味的Croissant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千層的部分 就是千層 對 然後他們家店感覺是那種給人家很舒服 很舒服超舒服 很像在國外的感覺 這個好像是3塊錢 好脆喔它的聲音 而且又溫溫的耶 好新鮮喔 很香好新鮮 對就是很新鮮 它的奶油味不會很重對不對 而且你一咬它外面的皮就會一層一層波羅 滿滿乎的 真的喔 好好吃喔 很像在法國吃可頌的感覺 真的 現在來吃 第二個是他們的 Raisen Escago 這個東西就是 基本上是還滿甜的 然後上面也是有那種很像是 Sugar Glaze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看起來滿油亮油亮的 一層一層也是非常的明顯 欸我覺得不會到太甜耶 可以接受 就你吃的話裡面每一層都是脆的 外酥內蕾 對 真的喔 這個跟可頌比較喜歡哪一個 其實我兩個都滿喜歡 但是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耶 因為不是到處都可以吃到的 那你很喜歡哪一個 我還是會喜歡可頌多一點耶 因為我個人就是可頌咪 這間的話我覺得這兩個來的話 都可以點看看啦 我會給它9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高喔 沒有因為你知道那1分是 它現在還不能在裡面吃 如果它現在能在裡面吃 會更好 就滿分了 我還滿喜歡的耶 那你會給幾分 我可能也差不多 就可能大概8點8到9這樣子 我們現在去下一間 走 好 我們現在在第二間 第二間 就是我們的外道大東蝦麵 我們很有勇氣耶 我們一起吃 好那我們今天點的呢 就是這一碗 叫做肉骨蝦麵 對 那這一碗是 是8塊錢 然後它們還有再更大碗 看起來還不錯啦 湯汁沒有很多 對湯汁沒有很多耶 他們不能加湯耶 對不能加湯 對不能加湯 因為它上面那個 告示牌有講說 他們是不能加湯的 所以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對 是不是要先喝湯啊 對我覺得應該要先喝湯 對快點我們來喝湯吧 我覺得滿濃的湯耶 算是濃的 對 一直吃到很多它的蔬菜的味道 有有天天的味道 對 我們點的是米粉麵 所以又可以吃到米粉 又可以炒麵 我就覺得還不錯 對 我真的是吃飽了 麵的湯汁耶 它不管是米粉還是麵 都很有味道 通常黃麵會比較 可能比較拿 安西的湯汁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攪一攪 因為它剛剛有放豬油 對它有放那個 油蔥酥然後還有加豬油渣 它炸得很有台灣味 嗯真的 我們還沒知道重點 對 有跟蝦 蝦先吃蝦先吃蝦 很Q耶 不會到很乾很乾 人家會煮太乾 我要來吃一下它的肉 排骨 它排骨給了三塊 滿大的 嗯 土頭直接飛出來 它排骨的蝦好吃 很入味 而且裡面有點胡椒底的感覺 而且它燉到已經算是滿軟爛的 很軟爛 這間你會給多少 我覺得我會給大概 8.5 8.5 8.5 我大概給8分 就算是還不錯 蝦好吃給下分 對 接下來這一間呢 叫做阿姨 火點 然後我們剛剛在找阿姨有沒有 欸找不到阿姨 都沒有阿姨 阿姨今天沒有阿姨 這間我們兩個人都沒有吃過啦 第一次 這間它的招牌就是 竹粿 裡面是包沙格 因為像蘿蔔那種感覺 我們先吃原味的 對 是蘿蔔嗎 不是 它是沙格 因為我有在其他地方吃過春粿 我一直以為是蘿蔔 因為味道就像蘿蔔欸 你要吃吃看 欸 它原味就蠻好吃欸 因為其實它夠鹹 對它夠鹹 那剛剛老闆有問說 要不要加大椒還有醬料 我去加一個甜醬 老闆親自幫我們倒的醬 嗯 好吃嗎 很甜 我覺得原味就好吃 原味 但它的甜醬就是 比較沒有說特別的味道 就是一個甜味 那我給個 7.9 7.9 沒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吃孫桂的人 那我7.5 我本身也不是一個孫桂的鐵粉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個還不錯吃的孫桂 好 我們去下一間酒 這一間就是Juichek Place炒果條 然後它就是有分4塊跟5塊 嗯 那我們點的是4塊的 感覺那個顏色看起來是好吃的 因為挺深的 滿上色 對 它的雞蛋給的也滿大方 就是很大一塊 好快 還有加Sausage跟蛤 蛤 蠻辣的 我覺得很辣 非常辣 它的顏色看起來不辣 但是你吃起來就 真的 辣 就是火在嘴巴燒的感覺 嗯 但是我覺得還滿好吃的耶 我來吃它的蛤 我先看一下 因為我怕味道很重 不會很新 但是有那個海的味道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可以接受 你是對蛤很敏感的嗎 是不會敏感啊 但是我就覺得有些味道會很新 喔 我覺得不會到太新耶 但是有沒有海 有海的味道 有海的味道不會太新 所以一間我應該會給7.5 嗯 我也覺得差不多 因為就是炒果條 沒有到不好吃 也沒有說到超超超超好吃 這個中間偏上一點點 對 現在這一間 是我在新疆 我個人最喜歡的 越南河本 就是火 這一間叫做龍鳳 他們家還有其他東西吧 但是其他我就覺得 這個還好 嗯 我們今天點的是他們的 Rabbit Food 就是生牛肉河粉 所以可以看到這上面 有些都還有一些烘烘的 淡粉紅色的 它就是把生牛肉 泡在這個熱湯裡 嗯 然後讓那個熱湯慢慢去把 牛肉給它熟成 對 我們來吃一下 我先喝一口湯好了 欸 很好喝了 對啊 它湯很好喝 這是偏甜的那種對不對 嗯 沒錯 它這樣不會舔的很不自然 它牛肉 今天比較囂張一點 嗯 可能還是它泡在裡面一陣子 它應該是要一上之後馬上吃 就趁它是粉紅色 還是粉色 的時候就先吃 是我們的錯啦 我們剛剛就是 老天 對 又拍照 我們來吃它的河粉 還是一樣跟我以前吃的時候一樣好吃 嗯 那時候我第一次來吃我就有經驗到 他們的那個牛肉河粉 因為我真的有去越南玩過 我覺得新加坡這家還比 越南粉好吃 嗯 你會給多少啊 這個 這一碗 8.5 我大概給8.8 這樣子 嗯 真的不錯 這真的是好吃的啊 對 好 現在最後一間了 我要介紹的是一間咖啡店 那他們家的咖啡是我覺得是新加坡最好喝的咖啡 好喝欸 它不會有酷酷的味道 因為我很怕咖啡是怕 酷酷的 它是好喝的那種 就是蠻順的對不對 對 我蠻訝異的 因為我不喝咖啡就是因為它 很多都很苦 它沒有加糖什麼的 沒有 但它就是有一個自然的甜味 店員也有說他們這個家的咖啡是喝起來比較 比較巧克力 就是超順口 所以今天咖啡我超推 就是我個人超愛 這個你幾分 我覺得有9點多欸 9點多 因為我不喝咖啡的 你都會給9點多了 這個我有大概9點3啦 算是新加坡最好喝的咖啡 杯子也很可愛 推薦 好 今天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介紹在Ju Chen這邊 非常非常好吃的東西 一些是推薦 一些是開箱 其中有一些推薦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像是剛才最後一間的咖啡 還有那個V 也是我覺得算是新加坡最好吃的V 那你今天吃下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間 我覺得印象很好吃 就是蝦麵啦 因為那個老闆就人很好這樣 然後又很親切 但是我自己也是蠻喜歡喝的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應該 其實都不錯欸 因為可能那個croissant也很好吃 對 沒錯 反正你們可以參考今天的list 如果有喜歡或是你有推薦 其他Ju Chen美食的話 也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下禮拜見 掰掰